全市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对台风防御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 强调要顶格应对强化措施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杜苏瑞获释十年来最强台风 将严重影响我市 我市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 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 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防台风六个百分百要求 全力以赴做好防汛防台风准备 广东易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缺县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现场检查 标志着企业质量体系达国际领先水平 将更好助力 我是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23年7月26号 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以下是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7月25号晚 在收看收听全省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后 我是立即召开全市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 进一步分析研判超强台风杜苏瑞发展变化 指挥调度有关部门和曲线 对台风防御工作进行再动员 再部署再落实 市委书记温战斌 市委副书记市长曾风宝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政协主席邱一辉出席会议 市委副书记秘书长赖小卫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助劳底线思维 极限思维按照此次台风正面登陆我市 做好充分准备顶格应对 切实把本地区本部门防风防汛各项工作 落细落实落具体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各级党政领导尤其是一把手 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 推动各级守土尽责尽锐出战 各负其责协同作战 坚决打好防台大仗硬仗 要着力落实城市防风措施 全面停止户外危险作业 撤离施工人员 对临时购注物 搅手架 塔吊 户外广告牌等 采取拆除或应急加固措施 对有病害的行道术进行修剪或移除 切实排除安全隐患 要落实六个百分百 按照人盯人的要求 及时转移危险区域人员 做到应转进转 应转必转 应转早转 尤其是要确保海上水产养殖和海上风电所有作业人员 转移到安全区域 并做好安置群众生活需求保障工作 要加强市场监测和物资供应 确保市场稳定有序 要强化应急物资和应急处置准备 加强供水供电供气和通信安全保障 建立完善停工停运停业停市等应急预案 确保一旦发生险情 各类抢险救援力量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发挥时效 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村广播等 全方位开展台风信息动态和防风措施宣传报道 切实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护救能力 要强化指挥调度 做好值班值守 严肃三防纪律 压实防台防训责任链条 确保各项工作万无一失 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市领导黄果、吴刚、许洪华、蔡永明、叶贤、林瑞武、赵志涛、李昭、黄海、王雪竹、彭聪恩参加会议 今天上午10点26分 市气象台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 市三防指挥部于下午3点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提升为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 下午4点市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 杜苏瑞或许是10年来最强台风将严重影响过市 来看记者今天下午从市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26日也就是今天下午5点 杜苏瑞的中心距离汕头市是600公里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 虽然比昨天也就是比25日强度是降了一级 但它仍然是一个超强台风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杜苏瑞正在穿过巴士海峡 时速是比昨天也就是比25日稍微放缓 是10到15公里 那按照这个速度预计杜苏瑞将在26日 也就是今天傍晚到夜间 就会进入到南海的东北部海面 之后呢 它的时速又有可能会提升到15到20公里 强度是继续保持或略有增强 方向仍然是趋向越东闽南沿海 并仍可能是在27日夜间到28日上午 登陆越东闽南沿海 将给汕头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 预计26日夜间到27日白天呢 我实施一个多云转中雷雨局部大雨的天气 雷雨时局地伴有雷电 7到9级雷雨大风 短时强向水等强地流天气 27日到29日呢 我是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 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 降水时间段主要集中在27日夜间到28日 陆地风力可达9到11级 阵风12到13级 汕头附近海面呢 风力会有一个10到12级 阵风13到14级 冰海活动过往船只 海上旅游和作业人员需提前做好防范 及时回港避风 顶格应对强化措施 权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今天我是各地严格落实防台风 六个百分百的要求 迅速行动转移安置人员 加强巡查排除隐患 储备物资做好防汛防台风准备 在朝阳区古饶镇新错村 由于地质灾害沉降 老错区地势比村道低了将近一米 连日来村干部分组行动 引导老错区5户17名居民 紧急转移到新错小学内的临时庇护所 备好矿泉水方便面蜡烛等应急物资 供转移居民使用 这次我们除了提前做好 各项防防御台风的防性准工作 接下来我们村两委的党员干部 自保人员都会在那个泵站上24小时值班 及时根据水勤性情 开展强牌和强险救援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龙湖区提前做好防台风人员物资准备 记者在龙湖区金霞街道三房仓库看到 发电机救生圈抽水泵电锯等应急抢险救援设备 一应俱全 街道的应急庇护所内 各类生活物资也已到位 床铺已整理好 随时准备接待转移群众 金霞街道辖区内共有11个易烙点 目前街道储备的抢险物资 足够三支抢险救援队分头行动 针对这些危防 那个在建工地 以及那个忙流窝棚这些重点 人员的一个转移 做到阴转进转 这是我们这边从昨天开始 从昨天开始一直在做的一件事 豪江区提前为转移群众 布置好庇护场所 在广澳街道广澳社区文化站 临时庇护所的临时床位和折叠床已准备完毕 矿泉水方便面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空调风扇等防暑降温设备均已配 我们有摩擦摩擦那些地外平空南户 我们就摩擦了十户要需要转移就有三户 如果台风到了我们就直接派车 直接把它接到我们庇护所来 截至目前全市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1536人 我是各商超肉菜市场做好特殊天气条件下生鲜产品保工稳价工作 目前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今天上午记者在新大华肉菜市场看到 与肉菜水果摊档交易红火 没有出现物价异常现象 市场管理方将全力保障市民的购买需求 价格各方面就保持跟平常一样的 千万不能缺净少量也不能抬高价格 全力保障市民供应的问题 在新供销辉华迎春路生鲜超市 记者看到茄子南瓜西红柿等瓜果蔬菜 及良油米面制品供应充足 售货员不时补充菜品 在各商场超市商品供应丰富品种多样 不少市民排队等待结账 所有的物资储备充足 包括米油鸡蛋 所有的物资不会出现断货缺货的现象 作为我是肉品保工重点单位 市供销合作总社 以紧急启动防风应急预案 组织协调新供销辉华 及时储备粮油蔬菜肉类秦淡等重点生活必需品 确保在台风影响期间供应充足物价稳定 市供销社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顶格的应对 及时做好组织统筹 储备调配 保障供应三项工作 确保市民群众生活物资的价稳亮足 台风天气带来的大风可能会损坏玻璃窗 对此 不少市民有一个妙招 就是给窗户玻璃贴上米字形的胶带 达到加固窗户的效果 今天上午在东海岸新城一处住宅区 有住户联系物业人员上门 为客厅的落地窗和室内面积较大的玻璃窗 贴上米字形胶带 物业人员用宽度较大较为结实的红白胶条粘贴 台风天气来临 各位住户要注意这个玻璃的安全 建议比较大的玻璃贴米字 因为现在住宅使用的钢化玻璃 然后它在中部的地方会受力会比较弱 然后贴了米字之后会让这个整个玻璃的受力会更加均匀 这个玻璃会更加安全 物业人员提醒 台风天气市民要紧闭门窗 必要时采取加固措施以侧安全 台风期间一定要关闭窗户 如果打开窗户的话 由于台风是螺旋风压 然后进入室内的话 按照以往的经验 很有可能把整个窗户吹飞掉 今天上午 市文明办发动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的志愿者 走访辖区独居老人 孤寡老人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 协助配合职能单位 做好台风防御和生活保障工作 在京平区光华街道 市文明办组织光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党员志愿者 以及同在阳光下项目的青少年学生志愿者 上门慰问独居老人等 叮嘱他们注意做好台风防御准备 尽量减少外出并送上生活必需品 志愿者还为老人检查家中门窗加固玻璃 发现有老人家中有玻璃缺失 立即联系市住建局 并落实京平区住建局上门为老人修复 确保安全度过台风天 我们光华街道和市区组织党员志愿者和青少年志愿者 进入独居老人的家庭慰问 送去慰问物资 帮助他们做好门窗的防护 保障辖区居民的安全 市城管系统针对户外广告 雨水井口绿化树木 市政道路 城市照明等户外绿化及设施 开展重点防御 做好防汛防台风准备工作 市园林部门组织工人 对市区海滨长廊 开放广场等处的树木进行修剪减负 清理修剪下来的绿化垃圾 并对树木进行病虫害防治 消除安全隐患 减少树木倒浮风险 在金瓶工业园区金发三路 金瓶区城管局 对过于茂盛的行道树 进行修剪减负 加固修复部分老化的户树设施 此外排查整治路灯设施 在线工地户外广告牌的安全隐患 落实属地责任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像这些一些开挖的沟槽 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要求施工班组 必须把它回田到位确保往来行人车辆安全 针对台风天的话 我们近期是加强了整个频率 就是从我们每天从之前的每天一次 现在改为每12个小时一次 城管部门还公布强降雨期间 全市27个易烙积水点位 以及海湾隧道中阳大道下川通道 金沙东路下川通道 东下路下川通道等处的重点位置 提醒市民在降雨期间 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尽量绕行避开 需通过下川通道和隧道的 要第一时间了解通行和积水情况后 再雨通过 同时切勿将车辆停放在大树老旧房屋 及广告牌下 今天上午9时 汕头招商港口启动防台二级响应 广澳港区和马山港区停止输运作业 广澳港区16台岸桥门机 马山港区两台门机和一台卸船桥 以及所有在场集装箱 已全部完成绑扎加固 10个货堆全部完成加固 广澳港区马山港区的船舶已全部离搏 5条拖轮已于昨晚23时 全部作业完后到戎江避风 集装箱迎封面 已增加斜拉绑扎 保证堆场安全 港口的大型设备 我们这个一般有一台设备 都有三种的模式 一种是在这个锚定坑 我们在这里会把这个下到这个锚定坑的固定位置 把它作为一种防护 防护的措施 那么第二个就是给这台大型设备穿上我们俗称的叫做铁鞋 用这种方式来更加加固 使得这个滑轮不能随意的滚动 是这样 第三种方式 我们是在这台大型设备上是有这个拉这个叫防风拉绳 使得这个整台的这个设备是纹丝不动的 可以抵御这个台风的清晰 到时候根据台风的动态 会留守一些这个值班的人员 其他的就是清点人数以后就撤离我们的这个作业区域 今天下午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农贸市场周边商铺防抬防训 以及游乐设施安全管理工作落实 消费市场价格情况开展巡查 现场我们检查情况是 我们游乐场所对大型游乐设施已经对所有进行了加固 同时要求他们加强值班 值守 从今天上午开始了 我们园区就开始暂停营业 就是开始做我们的各个设备的固定工作 像针对摩天轮我们是用那个导链把它固定住 还有季风飞翼飞行塔这些吊舱绳索把它固定住 然后针对各个项目的那个操作室呢 这些设备呢我们都是用钢丝绳把这个固定住 门窗都是用透明胶粘笔字形把它让它的承受力更大 市场监管部门要求全市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电梯物业公司等 要注意防范极端天气下发生轻负坍塌 及积水雨林发生漏电电击等事故 恶劣天气结束后做好必要检查 确认安全后再使用 督促重点企业及居民小区的安全管理人员 及围保人员做好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 严禁在不满足设备运行要求的天气条件下 运行特种设备 要求各农贸市场加强市场房屋固定 排水设施设备管理维护 落实防台防汛排涝相关措施 市场监管部门还发出 做好杜苏瑞台风期间价格监管工作的通知 加强市场价格动态分析预警 严肃查处 捏造散布涨价信息 轰抬价格 囤积居起 价格欺诈 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价格违法行为 我是农业种植业水产养殖业闻风而动 农民渔民提前采取措施 对蔬菜大棚和养殖池塘进行安全防护 今天上午 龙湖区新西街道北中社区的农田里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 忙着组织人力和物料 对蔬菜大棚进行捆绑加固 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承保单位 中华财险汕头中心之公司的 保防救赔宣传队 也来到田间地头 帮助农户做好农业风险 减量防灾减损预防工作 在金平区水产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是水产技术推广站的专家 到市大顺实业有限公司海鲁养殖基地 指导渔民做好防台风暴雨准备 基地开启池塘闸 提前泄水扩大纳潮能力 同时加紧检修电源电机电路 确保台风过后及时复产 针对台风来临前气压偏低 不利水产品生长的情况 技术人员开启增氧机 为水中鱼类提供足够氧气 周边部分渔民 则提前捕捞部分成熟期的鱼虾蟹 尽量减少损失 台风来临的时候 它一般就会带来强降雨 强降雨的话会出现漫潭现象 所以我们提前要做好一个预防措施 一般的情况就是 内部池塘要降低水位 尽量降低 降低至少大概40%到50公分的水位 当前正值找到抢收的尾声 为降低杜苏锐带来的影响 种植户与台风赛跑忙着抢收早稻 人保财检汕头市分公司 立即启动房台应急预案 全员进入战时状态 组织人力和机械 协助农户抢收早稻 确保颗粒归仓 我们农业部门之前早前就已经发布了 相关的农业工作的防灾减灾措施 今年早到行事喜人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收割了98%以上 现在今天是对零星的 还没有收割的早到进行抢收 广东一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我是一家健康营养保健食品生产商 近日 该公司零缺陷 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现场检查 报告显示 公司生产基地 符合美国膳食补充剂要求 标志着其质量体系 以达国际领先水平 更具国际市场竞争力 将更好助力我市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超生物公司拥有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 捷径厂房4.5万平方米 和5000多种定制化产品配方设计方案 年产营养软糖4万吨 软胶囊25亿粒 天际产品20亿片 出口产量占总产量6成 主要销往欧美国家 我们公司走的就是一个 为客户提供定制性 定制的个性化产品 目前来讲我们的重点是在 营养软糖这一块 我们是在这个细分市场上 做得非常的优秀 现在更多的是在 更健康 更天然 更无糖 更素食 在这块为客户提供 更加健康的产品的方案 FDA是世界公认的最权威 最严格 最具影响力的药物管理 和监督机构 今年4月 FDA检察官对 一超健康公司生产基地 进行为期三天的现场检查 包括检查质量管理 质量控制 设施设备 物料管理 生产管理 包装与贴签等 药品生产管理涉及的六大系统 最终宣布 该公司以零缺陷的成绩通过检查 通过此次的检查 标志者 一超健康质量体系 已与国际最高标准同步 产品的品质 也受到了欧美主流市场的高度认可 具备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为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 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不断提升 全球营养食品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一超生物表示 将已通过FDA检查为契机 继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 拓展国内外市场份额 接下来我们也会往 这个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 澳洲的TGA去争取 我们明年是给自己定了增长 海外市场增长50%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国内现在刚刚开始 因为软糖也是开放了被暗制 接下来我们会以全生命周期 管理我们所有的产品 来保证我们的营养保健品 安全有效 含量精准 为汕头市三星两特一大的 大健康发展助力 是15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 黄绍燕等代表提出的 关于加快推进小公园开布区 保育活化的议案 经大会主席团审议定为大会一号议案 6月20日和7月26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曼带队 就该议案办理情况进行督办 督办组指出 议案各办理单位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 认真对待议案办理工作 充分吸纳督办组的意见建议 在推进小公园开布区 保育活化工作上实现新跃升 要强化规划引领 整合特色资源 进一步深入挖掘 开布区的红色基因和桥资源 着力提炼能反映潮汕文化 华侨精神的元素 进一步加以创意设计 提升品位 整体打造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 历史文化街区 推动议案办理 办出新成效 7月26号 由市委宣传部 市社科联主办的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凝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力量 2023年 汕头市社会科学普及州主题日活动 在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举行 活动为我是2023年新增的 广东省社科普及基地授牌 在随后开展的社科讲堂上 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做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 第二卷学习导读 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专题宣讲 来自我是各社科团体 和省市级社科普及基地 社科普及服务站负责人 还参观了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 飞仪馆 并参加社科宣传普及和咨询活动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您关注汕头新闻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感谢收看 再见